奔驰在腾市品牌可以说彻底出去了 以后奔驰跟腾市这个品牌就没有关系了 因为比亚迪收购了奔驰在腾市剩余的10%的股份 以后腾市就成为比亚迪的全资公司 甚至腾市以后和奔驰很有可能是很大的竞争对手 你们说到底是比亚迪不愿意让奔驰参与了 还是奔驰他不想参与了呢 这个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应该是比较确定的 就是奔驰在腾市这个项目当中起的作用呢 好像不是特别大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来讲一下历史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 比亚迪和奔驰各出资了50% 在深圳成立了腾市这个合资品牌 当时这个品牌呢是中国汽车上 第一个就是资金对等 并且技术对等的这个合资品牌 为什么这样讲呢 合资品牌里面有些是 有中国品牌是占51% 合资品牌占49% 有些是5050 那这个腾市呢是5050 并且咱们这个中国品牌是出技术的 不是说只是出资金 因为其他的合资品牌 很多都是国外的车企出技术 我们这边只是资金 但是这次呢是我们出了这个技术的 所以说腾市这个品牌 是由比亚迪提供三店 奔驰呢负责生产和制造的 所以说双方呢 其实非常看好这次合作 双方的算盘呢 其实打的也比较小 就是说 比亚迪想通过奔驰呢 然后进入豪华品牌领域 而奔驰呢 想通过比亚迪进入新能源新的领域 所以说双方合作呢 可以说是各取所需 比亚迪的王船夫 甚至说腾市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品牌 可见他是非常重视的 但为什么说 奔驰在腾市的项目中 起的作用不算特别大呢 这是因为 奔驰在腾市的销量上 其实也是出过力的 但是结果显现不出来 当时呢 奔驰为了让腾市卖的好一点 他直接把腾市的车 放到奔驰的赛店里面进行卖 并且给赛店 还布置了很大的任务 结果销点还是非常惨叹 甚至说 当时在奔驰赛店里面 卖的销量呢 还不如比亚迪唐卖的好 那随后呢 在2022年腾市主导 进行了这个改革 当时呢 奔驰就是算是卖掉了很多股份吧 只剩下了10% 但是呢 在比亚迪的主导下 腾市可以说是满血复活 凭借D9一款车 单月的销量可以干到过万 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并且这个价格也是 三四十万的一个MPV的价格 并且腾市D9的到来 也让MPV的这种格局 整个发生的变化嘛 所以如果是你 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啊 它虽然说很强 但是它在这件事上 好像也没有其他多大的帮助吧 那为什么说腾市和奔驰 有可能从亲家变成冤家呢 因为腾市Z9要来了 这个车对标的就是五六亿 它不但有GT那种两项版本 还有三项轿车 以后对标的就是奔驰的一级啊 并且它还是有一三分的 三电机这种技术储备的 所以你感觉腾市 以后会不会让奔驰头疼呢 评论去说说看吧 也可以关注老师啊 对 Ajax 这就是走了 对 对 这个 这就是 就是 对 对 一 eso